來到了台南眷村文化美食活動 地點就在忠烈池 震撼的忠烈池 裡頭有各式各樣的美食 咱們進去來看一下吧 今天週五天氣晴朗 剛好下班了 趁這個機會看一下美食 在賣什麼 烤麵筋的部分 五股雞腿酥 五股大魷魚汁 這個是辣味 辣味的 口味的 照家 然後另外一邊 對面的話 有那個豬肉乾 駝背奶奶 什麼 取的名字蠻特別的 創意性 特別的 這個是賣手機 手機的什麼 配件 養生脆皮 補血的巴黎 胃厚 口茶油 前方就是在那種眼上 老闆,你有在賣手機的穩定器嗎? 你比較不會震動的 他走啦 他走穩定器沒有 沒有喔 OK 我們一起沒有在賣 越過另外一區 斜對面還有一些探販 咱們過去看一下 斜對面那個轉角處 看沒有好實的衣服 是賣大小毛巾的那種動物 小毛巾、大毛巾、運動紙 運動紙 運動紙還有紗布的頭巾 那是60元 180公分 其實圓桌是最大的 但是很多客人從國的 棉襪 有多少的文章 對面的話 一些積木遊戲的 黑米箱 手工粉圓 手工粉圓 秋冬的米粉 有芬圓 黃金小一口 臭豆乳 脆皮烤豬 另外轉彎出來還有一些攤販 繞過去 這次已經到底了 給觀眾看一下這個現場狀況 小朋友在玩遊戲 看 王還不亦樂乎 電動撈雨 一些遊樂 頂數一百六幅 小鋼豬 小鋼豬 再開一家另外一頭 南大門老爺 這是零食零嘴 韓國 小鋼豬 鴨肉油飯 然後 骨骨鳳爪 鴨肉油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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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晚一點會更多人 然後現在其他人也在準備 因為這下半時候 先這樣子吧 這次影片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下方給個讚 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咱們下一回見 拜拜各位